真的我们要来大大大重点就是要怎么选好礼物 好礼物呢有很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 交情 我觉得这真的讲得太有道理 预算取决于交情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衡量 你跟这个人到底熟不熟 那种才刚见面没有几次 然后真的很不熟的话 大概就三千块左右 对 不可以超过三千 不可以超过三千 稍微熟一点的话可以提高到五千 但是五千就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们就有在讨论说五千是日本人他觉得 気軽に出售的上限 所以就是如果你超过五千 就是就表示你有很多的心意放在那个上面 要送阿弥姜的基本上就是大概是五千到一万 然后我上期送我同期什么 就好像忘了耶 完了 想不起来 真的想不起来 我有送吗 我有送 像那个同期我可能就会压在三千多千 哦 对 哦对我们有日本人的朋友圈四个好朋友 我们会互送对方的生日的时候 预算也大概是 可是因为我们是另外三个人送一个嘛 哦所以可以加起来 所以就会买到一万以上 对会买到一万以上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预算会压在三千块左右 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一万以上真的是 一万以上就是爸妈跟老公跟老婆了 对对 重点就是如果你今天认识了一个日本人 然后你觉得你还满喜欢他的 拜托你不要一下就送他一万块以上的礼物 真的是会不会吓死 你又喜欢他你就是 吓死吧 趁心多了解他 稍微了解一下那个预算的约 对这个东西不能错 不然会大吓死 欸 是廢話 但很多人都不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日本人說實在來 每個人的興趣都非常的鮮明 像你的話就酒嘛 那我的話也是酒啊 所以你就送我酒就好了 我男朋友就高爾夫啊 高爾夫從貴的浪平都有 就特別好送 因為爸爸也是高爾夫 對啊 浪平好好送啊 你如果有去觀察 你就不會送一個 他全身上都穿得還蠻帥氣的 然後一個很可愛的項鍊 第二個是高級感有的物品 因為日本他送你文化嘛 所以你去那些禮品吧 要看起來漂亮 有時候他不一定會很貴喔 對對對對對 但他一定要把它弄得看起來很漂亮 對 看起來好像還蠻有那個感覺 可以值得送人的 對對對 因為像他們就是會有那種 送新生兒的那個package 就會把它做得很漂亮 但其實就是鳥姑 但是他會把它做得很漂亮 對 沒錯 那第三點是 使用的 使用的這種真的就是萬能啊 就是充電器啊什麼的 不然就是Amazon卡啊 然後蘋果的卡啊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在 瘦男生 用瘦男生的職場相關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お世話になった的時候 對 我扣開他幫了我這件事情 那我可能就是送他Amazon gift card 你直接給他一千塊現金好嗎 對 但如果生日拿出這個 我還是會覺得 生日就不太會 對 好像不太用心 最後一個就是 直接問對方 直接問真的是 男女朋友啊 爸媽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不喜歡 驚喜的民族 他們超級好 對 這個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就是很不想要被羞辱 對 他們就是常常覺得很羞恥 然後你還在公眾面前 公然羞辱他 那你就是死刑一條 對 所以千萬不要想說 要給他驚喜 就是你賜錢 讓他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讓他想要什麼東西 直接去買 他就會得到滿足 對 我是一個特愛小女 對於是我的小禮都很敏感 工作的夥伴們 我會都塞一點小東西 在我寄東西給他們的時候 我跟人喝酒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會請我 所以我都會帶著說一些小餅乾啊 小果凍啊 都是那種 擺小餅乾跟小果凍換取一隻 換取的錢 對 而且他們會真的很開心 我做這件事情 長年時期以來 每個人都非常的開心 每個人都會說 啊 莉莎就是這麼的周到 每次都改革 我就會說 啊 我是大阪的歐巴桑 大阪媽媽說他巴桑而已 就是給你一個糖果 男生就還說 你怎麼會吃歐巴桑呢 什麼的 反正就是 在那邊一個橋段 我是覺得這種小東西 是很容易會贏得友誼的 你離多人不管 但你反而送很大的東西的時候 就真的要很出名 對 因為其實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甜蜜阿爺 我就很喜歡看他們有一個是 就是他選的甜蜜阿爺 那裡面的東西看起來都超精緻的 甜蜜阿爺要帶去的時候 要有一些恩賜可以聊嘛 就給的時候順便拿這個跟他聊天 很多年長的都不吃羊 餅乾 對 湯我送過 湯確實是蠻受歡迎 那種小包裝的那一沖下去 就有個什麼 有時候有副餅乾那種 就是 那我也送過 因為又長得很可愛 然後我就會說 那你現在工作的不是很忙 那快胃都沒有時間吃飯 那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然後他就很感動 對 真的是沒手 喔對阿 伊藤送過我胖長相關的 喔對 我們也忘了 那個超級可愛的 他從我們已經有的胖長的照片裡面 然後選了一些 然後用那個照片去製成 我記得什麼化妝包啊 對化妝包 還有脫豆包 對脫豆包 然後還有鏡子 那個就是 他的送禮好無奈的阿魯 休息兩年 然後大份都一年 那種感覺嗎 我覺得是因為 Instagram太優秀了 因為他就是在刷的時候 然後被押絲絲 然後覺得 欸這好可愛喔 然後就去做了 所以就是阿魯波利斯ム 變得很好 所以謝謝Instagram 喔有一個手作的東西 是大家會喜歡的 就是離子的時候 他們叫做 對 就是大家會寫很多Message 然後這還不錯 然後我收到的是 裡面每個人就貼一張 他喜歡我個人的Base of Lee 就是我很喜歡立場做這本書 這樣子 然後他還寫出為什麼 然後那就很感動啊 你不是要秀給大家看嗎 因為我忘了嘛 就是這本 貼很多裝飾 好可愛喔 然後他們各自選了一些他們愛的我的 這樣子 這蠻開心的 然後我有時候 比較不開心 我還有拿出來看過 嗯嗯 對 他真的是貼得很好 他是一個簡貼小天才 我是前輩 對啊 而且他們還會把一些照片洗出來 然後貼上去 對啊 這個是真的很貼心的一件事情 這本真的是 電通辭職的時候 然後你看 因為他們就很有才嘛 所以他們就會 好可愛喔 對啊 就很可愛 就是你也要把它麻掉 好 這是我的臉的貼紙 而且這種好像你喔 對 因為這個是AD做 就是專業的人做的 他本人就是一個 然後他就是 大小的貼紙 然後當天就是每個人都會貼 貼在臉上啊 貼在哪裡啊 對 就很開心 所以我到現在都有把最大的這樣留下來 還有一個我覺得 最近收到還蠻開心 就是一個男生 後來跟他蠻常交換LINE的 那時候 我們也是 半夜在聊天 然後那時候他在安慰我 就說 嗯 那你要鼓勵我 然後他就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鼓勵 但其實 我上個禮拜 就是週末去京都出差的時候 我有給你買小禮物放在你桌上 然後我說真的嗎真的嗎 好開心喔 然後他說啊但你不要太期待 日本人都會講 對 他告訴你說 我給你什麼東西 他說這流離平凡 超級流離無聊的 這特別無聊 這自己最喜歡什麼東西 不是這樣 怎麼可能 這甚至最喜歡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 真的就是一個 他不大不小 他也就是一個適中的尺寨 他的尺寨有點 大讓我覺得 他特別的滿 他的發訊 寫得非常的 一點都不聊 就是說 那我們下次再一起喝酒吧 之前謝謝你 滴 然後寫下自己的名字 然後你就很開心 我那天那麼可惜 因為你會讓別人覺得說 我有想到你 在京都出差就有想到 像剛才那些也是 就是你不但讓人家覺得沉重 你要讓人家知道說 我有在看著你啊 好啦我上司啦 就是我們各自知道對方的生日 不是因為是臉書會出來嗎 然後會就是在公司裡面的slab 跟我講生日快樂的時候 他會寄TING APKER的一杯的 就是那種 很輕巧 然後我覺得一杯很好 一杯很好 然後他就是很熟悉這個套路 因為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工作要結束 或者是他知道我那時候 可能特別累的時候 他就會有時沒事寄個一兩杯過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好的定制 因為他就是你就不我摸 而且你真的是一杯兩杯會喝嘛 對沒錯沒錯 你看我想到我那個兼職的上司 他是用什麼LINE GIFT 然後我記得他第一次發現我生日 然後直接立馬送來 就是送一罐香檳 然後是很好的那種 然後是很好的那種 因為我下間喔 可能就是回他那種FINANCE 高級的FINANCE 因為他喜歡吃 YAKIGASH 然後我今天也是送他那個FURUTSU DAIFUK 那種 我都沒有送過 回送過 因為那個一杯不用回送啊 因為他譬如說他送我一萬九 那我可能送他四千的FINANCE 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LINE GIFT很好的地方就是 你就直接給填 你什麼時候要得到那個 然後你就直接填你的柱子 他也不用問我柱子了 喔 對啊 我們就直接自己自我填 這樣不用那邊 為了這個禮物那邊很繁雜這樣子 就這個真的是很蠻推的 掰掰 掰掰 我的皮膚敏感的時候其實不會長痘痘 可是會紅腫像這樣 最近呢發現有一個新的東西 Focusing Serum 像這樣的綠綠的顏色 它也有鎮靜的效果 然後還有美白啊 去填紅腫的一些功效 塗完之後會覺得 哇塞水水的很舒服 塗完之後要塗乳液把它保濕起來 就像這樣 為什麼我才覺得我塗了一下 像它看起來就好很多啊 大家看現在狀況是不是有比較好 對啊就比較亮然後紅腫都有消掉了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喔 嗯 好 掰掰 掰掰 我現在是有全妝 等一下用這個洗臉膏把它卸掉 然後它其實有附一個小小的刷子 這裡面是有一點黃黃綠綠的樣子 它很生氣喔 雖然它是膏狀 它馬上就會變得很油狀 你可以看到我原本 其實是有用防水的洗面乳 但是它們會全部被洗掉 你看瞬間包括我的睫毛膏 就全部被洗掉了 而且喔 一般的洗臉的時候呢 你會有很乾的感覺 但其實這個洗臉膏它完全不會有 洗完就有皮膚很亮的感覺 化妝水 還是有一點綠綠的感覺 可是我發現只要用VT的東西 它就會把你整個震靜下來 所以紅腫就會顯得很少 稍推 為什麼有一個頂 沒有我一直覺得我的臉好怪喔 可能因為它還沒有完全恢復 阿米呢 整形了 大家看得出來它整的哪裡嗎 好一向開放 開放回答 對開放猜測 我們可以接鳴的 我們可以接鳴的 我們可以接鳴的